大家好,我是小宇,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,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,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,缤分娱乐现在开秀。 自从看的这就是街舞3,就打开了关于王一博的新大门,对于新粉而言可能会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,但是对于老粉来说只是看到了多年前的他。 在节目中遇到街舞的王一博,整个人都完全放开了,似乎镜头当中的他不是平日里高冷话少的当红艺人王一博,而是眼中只有热爱永远都放着光的大男孩王一博。 街舞3首播特别差,用观众的话来说就是开场像极了决赛。 对于王一博的粉丝而言,首期节目让大家手忙脚乱,一次又一次因为王一博的镜头而尖叫的时候,还要不停地按下暂停键各种截屏制作表情包。 在预告当中,四位队长需要进行对决,仅仅几十秒一闪而过的镜头,就再次让观众惊叹不已。 王一博的四个动作直接引爆全场。 动作一,摸脸挑逗。 王一博平日里的表情都是属于高冷发,不过他曾经说过,跳舞的时候要有表情,如果没有表情的舞蹈就会很干,所以每次他跳舞都会有很多平日里看不到的表情。 然而这一次在《助剧日接舞3》当中,王一博的表情直接掏空了观众的雪曹,一边摸着脸一边配合着舞伴做了一个挑逗的表情。 隔着屏幕我们都看到了一个大写的玉子,太撩人了。 怪不得粉丝被王一博拿捏得死死的,这谁能顶得住呀? 动作二,摘别人的帽子。 跳舞很累,流汗和气喘吁吁是常态。 在这种情况之下,王一博即将跳舞绕圈走着,路过一个人人的时候,直接在下了他的帽子戴在了自己的头上。 那一瞬间,王一博整个人宛如是满血复合一样,又是粉丝从没有看到的样子。 只有真爱粉才会忍不住的说一句,这样的夜博简直是既撩人又沙雕。 动作三,单膝下跪。 舞蹈对于王一博而言是一种热爱,所以在街舞三的舞台上,他没在做秀,一直都是在全力以赴。 以至于在跳舞对决的过程当中,王一博连贯的动作直接垂直单膝下跪。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,很多人都不由自主的揉了揉腿,单单看着就很疼很疼了。 想必王一博的膝盖一定有了淤青,粉丝在感叹酷炫的同时也格外的心疼他。 动作四,躺在地上。 最后一个动作就是王一博拿着一只鞋直立状态,静直的向后仰去,整个人躺在了地上,好像一切都放空了一样。 王一博这样一躺,就误了多少追星少女的青春呢? 撩人不自知,王一博在场路上是越走越远。 仅仅是一个预告片,王一博就凭借着四个动作引爆全场。 粉丝直言,人美陆自野。 每个动作都充满着魅惑力,引人无限瞎像。 这才是第一期节目,很难想象接下来11期节目播完之后,粉丝们会是怎样的一个状态。 这就是J53让王一博放飞自我,也让观众看到了王一博的更多种可能。 不管最终王一博队长会获得第几名,都无所谓,因为过程已经无憾了。 J53很多人都是从官宣的时候不看好钟翰良到上线后的大型真相现场,尤其是这两期下来,娃娃的表现,在海选阶段还没有涉及到团队荣誉的时候,为了海选的选手们能够多一个晋级而努力,真的是被感动到了,娃娃队长真的超级棒的。 J53里面四轮不停歇的solo,让几位90后队长体力都已经到达了极限,而我的宝贝小娃是一个出道的时候余下几位还没有出生的年纪。 当你舞蹈被注入到了用心和爱的时候,眼底的光和身体的力量就会在舞蹈上面一同并发。 小娃队长一直都在舞台上不断自我突破,随时充满着惊喜,他一直都是我熟悉的他,拿出200%的投入去发挥,是永远的小太阳。 你让很多人不再惧怕长大街舞精神永远raise pot。 这一次钟翰良的表现可真的是可圈可点,越来越觉得钟翰良是这一季街舞的带挖掘宝藏了。 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坚持,全力以赴,热爱和感动,在观众的面前又不是幽默。 为了舞台他真的豁出去了,勇敢的站在舞台之上,全身心投入到音乐当中,他代表了真正的街舞精神。 很多网友看了钟翰良的舞蹈之后纷纷表示,今日又是被钟翰良队长感动的一天。 前期暴风际入舞蹈之职,看选手视频,自己在彩上也认真地学习,跟优秀的舞者讨论啊,取经啊,第一次feel style battle全程都是毫不退缩。 也不知道我每天都丧个什么劲儿,明明大家都很有生活激情啊。 挖哥真的是很值得每个人好好学习了。 还有的说道,本来不对钟翰良抱有太大期望,毕竟街舞不是专业的,而且听说街舞3的节目组请来临时救场的。 结果两期看完被全粉了,每天早睡早起的挖哥为了节目直接颠倒了自己的作息,为了承诺过队员的一条毛巾简直豁出去了,别拦我,我再去冲一个月的会员。 其实小编想说的是有report的,不管是结果如何,就凭这个钟翰良的这份果敢,还有与敢于年轻人battle的勇气,认真努力的精神,对街舞的投入和热爱就值得尊重,全力以赴,就是冲。 钟翰良这一季呢,就是对街舞的精神的最佳代言人了,全程都在坚持他自己所说的,拿出自己最好的去回敬对手,为爱而战,全力以赴,一切皆有可能,给挖队打call。 今天呢,估计很多人都要以为钟翰良欢呼了,希望很多人都能够像他一样,用超乎想象的勇气,十足的热气,迎接各种未知的挑战。 我想这就是街舞的精神吧,这两期完全get到了钟翰良,尝试自己想要尝试的,追求自己想要追求的,无论结果是什么,只为了自己的热爱和梦想,全力以赴,真的很值得点赞。 小编特别喜欢看小娃钟翰良的所有影视作品,他给人一种活力四射的感觉,演绎的角色都深入人心,就是非常喜欢他,希望小娃一直都这样充满着青春活力,也希望他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更优秀的作品,相信大家都迫不及待呢。 吃光不停,娱乐不断,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,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,请给出您宝贵的赞,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,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,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,拜拜。